齊森勇士是在澳洲出生的三岁馬 這匹馬的週稅身價15萬澳元 父系尼康尼利康萊 這匹馬來了香港就很久了 近季的成績都忽上忽下 不過上季和今季都不錯 由於出了一匹新力高升 跑四歲系列賽贏了其中一關 所以這匹馬其實今季的戰績不錯 除了新力高升之外 贏過馬的成員還有巴閉哥 其他成員上上有如低豪之星 雖然今季表現相差一點 但是來到香港也贏過馬的馬 利康萊自己服役的時候 在澳洲贏過六場賽事 贏馬徒程是1000馬至14米 一級賽贏過兩行 不過已經很久了 2009年先在悉尼贏了星河讓賽 另外去到2010年轉戰麥爾本 在費明頓馬場贏了閃電錦標 至於齊森勇士的母系 沒有上過陣 他是reduce choice 利得精選的女兒 武線家族的近代成員 由於夾雜了不少美國馬 或者南美洲的馬 很多馬的特性都是 跑短途速度夠 但是跑跑下又要加程 跑到1600米1800米 很多都可以 迷地賽很多都好手 看完符無量線 齊森勇士有可能不是純短途馬 初期跑短途開始 跑下去可能要慢慢加程 加到1400米一里塗程的賽事 有可能比短途更適合發揮 齊森勇士來香港之前 在悉尼訓練的馬 曾經參加過三次試襲 其中一次是跑第一 還有一次是跑第二 跑第一那次 去年8月2日 在悉尼的南美馬場試 100米 當時七匹馬試過跑第一 不過同組跑第二第三名的馬 兩匹馬暫時上就上陣 不過完全沒有成績交出來 呂健威馬房的初出馬 上季初出即勝馬有三匹 他們是威武覺醒 包裝必勝 和揚明天空 今季跑到現在為止 初出即勝馬有兩匹 他們是巴閉哥 和閃聖輝煌 初出上賭名的馬有四匹 他們是營造創科 營造組裝 歐洲傳奇 和博望波